HELLO,大家好,我是Viona,今天的视频呢是来给你们做两个粉霜的实测 这两个粉霜都非常有名,一个是香提卡的未来肌肤粉霜 一个是苏库就镇子火瓜的更大,越来越大的奶油记忆塑形粉霜 我的肤色你们也看到了 说我黄二白应该都客气的那种吧,就是很黑的一个人 就这种毛孔这个还可以,但T区就有毛孔,然后黑不六秋的看上去 它的第二白的色号,Alabaster,苏库我选的色号是002 一直很想做粉底类的实测,我自己也很爱看这类影片 但我一直几乎没有拍的原因就是因为太多博主的皮肤,真的是太好了,太白了 所以说我这种实测就是给这种我们正常普通人,黑皮肤的人看的实测 有点就是它有这样一个挖勺,对于这种粉底霜这种天沙的设计 我能这样把它给挖出来,而不是每一次都用我脏兮兮的手指去抠 我觉得颜色膏体我这样看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偏粉的 它这个遮瑕度真的是非常低,你给那种肌肤本身没有什么瑕疵斑点的 然后用来提升一下皮肤的质感 那遮瑕度差不多也就只有30% 嗯,嗯,看 嗯,呵呵 好,这是一层的一个效果 黑眼圈这里稍微浅了一点点,是不是 是不是,更加的均匀肤色 然后妆感是非常清透 苏库它的这个瓶盖的设计比香提卡还要 呵呵呵呵呵呵 就真的是它有一个盖子 然后基本上我没有挖过它里面 我每一次都只要挖盖子就真的是足够了 它盖子上而且永远有粉 不管你这个粉底霜已经用了多久了 它盖子上永远有粉 嗯,用的就是这个 啊,我弄到我们家的沙发上了 完蛋了,我老公要杀了我 还没擦干净 我学乖了,我拿了一个盆 苏库的它这个你单看它的颜色的话 不像Alabaste,它有一点点偏粉的感觉 我两个放一起给你们对比 你们就能感觉得到了 哦,就很明显 这个是Alabaste 有点偏粉的这个颜色 这个就是苏库完全黄调的一个002号 嗯,看这个逗应 如果你没有什么很多瑕疵的话 用量非常少就可以了 像 是不是看上去妆感会比那个要明显很多 容易死来假面 所以我觉得你苏库粉霜的颜色 还是要认真挑一下的,到底是深一号还是浅一号 黄调还是什么调 我们看一下 现在什么感觉 现在你们有没有种感觉就是好像这边上过粉底了 但这边像没上过一样 这边就会有那种粉霜粉底上过的很明显的一层 无瑕鸡蛋奶油的感觉 这边 但这边 刚才这边还没有上的时候 这里是不是还不错 现在这里上过了以后 这里看起来没上一样 黑眼圈 也是这边遮的更好一点点吧 是吧 就我觉得镜头里看其实还蛮明显的 就是苏库的这边遮瑕 然后光泽感 妆感 都比这边要好 蔚来肌肤粉霜 香提卡这边我上两层 像香提卡的这款粉霜 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你觉得遮瑕不够 你可以去叠加 没有问题 但苏库这边我觉得是不太能叠加的 因为它本身一层 我觉得妆感就已经挺重的了 就是对我来讲 就已经妆感挺明显的了 都黏感也差不多 有一点点黏 我不会留手印 保湿的感觉也差不多 现在是比较喜欢苏库这个妆效 这边看上去会整体体量醒目很多 好我现在全脸妆化完了 我左边脸香提卡这边 我自己镜子里面看是 更感觉像你自己的皮肤 看上去没有特别明显的 像这种亮光点 没有这种特别明显的光泽感 但是你真人就是直面看的话 感觉会更自然一点 更素颜肌 边脸用苏库粉霜呢 就是一种营造出来的好皮肤的感觉 营造出来的奶油肌 然后我今天上身穿的是一件蓝颜色的卫衣 然后下面是我新买的一条Margie的背带裙 然后是下面是这样不规则的一个下摆 然后有两排 白色的扣子很醒目 然后是比较大的这种格纹 我觉得看上去还蛮学院风 蛮简龄的 然后它这边又是高腰的瘦腰 那我们今天会跟着我走一天来看 这两瓶之后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现在是2点45分 我们已经快要到宜家了 差不多上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基本上还是蛮好的 现在德国这边是零上三度 蛮冷的天气 我觉得这两款的保持功效都非常好 两边包括鼻子啊 都没有任何那种卡纹卡粉 或者说爆皮出现蛇纹这样的情况 哈喽大家我回来了 现在是你们看一下 现在是6点46 差不多我上妆5个半小时的时间 你们看一下 我前面想在外面给你们看 在德国外面现在天已经全黑了 就5点多 4点多天就已经全黑了 你们看一下这两边 这里额头 两边都出油 比如一两边也都出油 两颊都还蛮好的 你们猜哪边有比较多 你们猜哪边有比较多 是不是差不多 我自己感觉也是差不多的 还有就是额头 两边真的都差不多啊 你还是依然这边还是感觉比较好一点 这边就比较素一点 完全没有那种光泽感 那种瑕疵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然后这边会妆效比较 依然还稍微好那么一丢丢 你看像这种鼻子的这种 还有这种红点点 基本上还是有点跑出来的 9点18分 就是我上妆8个小时的时间 我完全没有做过定妆 然后也没有遮瑕的情况下 给你们看一下 中间这里像小痘痘一样的 这个已经基本上都跑出来了 然后下面这里也基本上遮瑕 这下基本上已经就是都遮不住了 黑眼圈也基本上已经都出来了 这边更明显一点 这边稍微好一点 然后给你们看脸的这种光泽感 这个本身呢还是它自己的 因为我今天没有高光 所以我觉得像这里这种比较薄的 修饰肤质的一个效果 8个小时之后还依然保有 这里也还不错 然后鼻子 我觉得香提卡这边 左边香提卡这边的鼻子 这边是一点那种干卡都没有的 但是苏库这里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但我右边鼻子本来之间就发过一个痘痘 但因为苏库它本身就是比较厚一点 然后妆感重一点 所以相对来说 以我过往的使用经验 也是苏库更容易去基线啊 卡纹之类的 如果你像我一样 脸上比较七七八的会比较多一点 那有可能苏库就会更好一点 这是我第一次就是蛮认真的这样做一个对比实测 我之后其实还蛮想做得看其他粉底的对比实测的 就看你们是不是喜欢今天这样的形式 如果有什么意见啊或者哪里看的不清楚 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 那时候就会再多注意一点 那今天就是这样 还可以吧 那我们下午见了 拜拜 拜拜 这个篮子可以买了 你喜欢没就买啊 放什么呢 放米 就是这样的 螢台 不是吧 坐下 是 可以 separ 就是 嗯 好